刚刚遇到我们村里的那个亚大叔 然后他笔画的手势 我基本上都能听懂 他说他去山里挖了一点山药 意思就是很棒的意思 然后今天早上下了点萌萌的虚雨 咱们到山里挾一点蛇坡 这种东西在农村很常见 但是在农村有钱也很难买到 更别说是城市了 走 咱们去挾一点红小孩 这种是比较大样的 不知道有没有见过的 咱们再找找 这个太少了 在这里看到有一片 哇 这边长得好多 看到没有 这里还挺多的 哇 这个好大 哇 这里面好多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 像这些都是我们90后饿食的零食 因为小时候基本上身上没有什么钱 然后都会到山上摘这些野果 挺好吃的 吃的时候要先吐一口气 因为怕什么东西吐过口水 挺好吃的 还有那个纸 这边还有 看能摘多少 咱们摘一点回去哄小孩 也没有多少 不过像这种果子呢 要下过一场大雨 然后再出一个大大的太阳 这种果子就长得特别的快 这里面藏的 看这个就是 这里面还有 被刺了一下 它的藤呢 有那个稻刺的 这一片没有 要下过大雨 然后再经过太阳的暴晒 这个果子呢 这个果子呢 长得就特别特别的快 挺难摘的 本来呢 本来呢还想再多一点回去哄小孩 然后给我媳妇吃 没想到太少了 这些呢都是我们80后90后以前小时候的零食 有吃过的吗 满满的儿时回忆 他们等下一次下过雨的时候再过来转 好了 这些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按赞的视频 去帮我们仔 点个赞哦 那么是 我们下降了